大家好 很久都未推出新一集的信長傳 之後應該會比較密一點 一個星期一集 今集是第35集 攻打伊河 版圖是有三組的敵人 而這三組的敵人分別有9支 加上27支部隊 最關鍵的是 有各三支 各三支的忍者部隊 而忍者部隊的攻擊力很強 行動很快 相反 我們有很多部隊 都能夠行動 兩格 三格 只有很少的部隊 因為是忍者關鍵 可以走得比較遠 所以 一定要計算得很盡 步數一定會計算得很盡 否則很容易 就會被對方 一出來進攻 會殺到我們很多部隊 不會打不贏的 我覺得都會打得贏的 但如果只剩下幾隻 才能打得贏 那似乎 大家會比較 沒那麼想看 因為 打得不好 一定會有很多人 所以這集 可以盡量在小部隊損傷的情況下 可以過渡 不要搞到最後幾支部隊 對方的確有實力 如果 如果 在兩班忍者 中間的位置出現 兩班忍者 一個回合 和其他公兵 一個回合 整走你三四支部隊 絕對是做得到的 而且由於 部隊的機動力比較低 你每個回合 能夠打到他撤退 那些 機會是不高 那 變成他們就很好處 由於他們在機動力上有好處 所以 某程度上這一場 就是有少少少西軍 好了 跟大家說一說 伊賀 伊賀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伊賀、甲河 這些地方 大家都聽得多 其實實際上 當時真的有這些地方 即是有伊賀國 伊賀國 其實今天 大概在三重縣西部 伊賀市和明章市 今時今日 就是這兩個城市的地方 這樣就叫伊賀國 他的位置大概在琵琶湖東南 他距離京都 距離不距離 距離京都 距離不距離 其實距離東京都是幾十公里 即是去到的 不過當然 信長一開始不會把伊賀國 擺作一個首要攻擊的目標 因為他的威脅不太大 因為伊賀國 伊賀國 他一來 他仍然是 距離大把 即是距離京都 是還有一點距離 是還有一點距離 雖然距離不太遠 第二 由於伊賀國 他本身 就 不是一個很盛產 一些 不是經濟很好 導致有非常多人 去那裡 居住的地方 其實人口不太多 這一關的地圖 其實都說到伊賀國的特色 就是山當 所以伊賀國的人數不太多 其實他也不會有非常多的士兵 他沒有什麼能力去爭霸天下 所以也不是太過一時 不是擺作最需要立即攻的目標 再加上當時信長 其實還是一個信長包圍網 其實都是跟這個 一開始 就是信長不優先攻的 因為他還有很多人要打 例如跟本原子打了十年 他不是很想 在打這個 本原子的同時 開這麼多戰線 因為實際上他是被人包圍的 他武田那邊又要小心 跟著他本原子那邊又要小心 所以很多戰線 他不想突然開 那 那 為什麼會有這一關呢 實際上真的有 因為歷史上真的有一關 就是有這一段 就是有信長去到最後 領兵去打伊賀國 那真的歷史有這一段 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遊戲的關卡 他實際上反映的歷史就是在天政九年 天政九年 就是第二次天政伊賀之年 那 話到明第二次嘛 有第二次就是有第一次 那第一次就是什麼時候呢 第一次就是天政七年 就不是信長 不是信長打的 正如剛才所說 信長其實一開始不是很想 那麼快就 去做多條戰線出來的 就不把伊賀擺成優先攻擊目標 那你看到我現在呢 信長擺在頭的話 因為信長的防禦力是很高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將他擺在頭上一點 可以的話 引對方的忍者 引對方的忍者等等 引他們出來 那才可以拉近大家的距離呢 才有機會在接下來的回合 一次過收拾所有忍者 能不能夠在一次過 將對方每支部隊 那三支忍者部隊去討滅他呢 同時也不要招惹到另一邊的忍者部隊 夾攻起來 那這個其實就很重要 話說在天政七年的時候 天政七年的時候 起碼引了這兩支部隊先 引到的 因為其實就算致命一擊 他也是很少的 但是忍者呢 你就要小心了 還有那些忍者 他有部分忍者 那個武器是有擴散性的 就是他打了一個 就會其他人都做 還有有機會是攻擊兩次 那你會見到 其實都很危險 因為他攻擊兩次 雖然就 你看到他的 不是說一下子 就好像騎兵那些 攻擊力那麼強 但是因為他 每發一下攻擊 他不只是打中你一個 他打中你零 就是他打中你好幾個 那如果他有幾個人在一起的話 那就很大 那天政七年 就職田信長的兒子 職田信雄 他就 自己在信長未同 在沒有信長同意的情況下 職田信雄 他就 他的兒子 領兵 就帶了一萬兵去打伊賀國 一萬兵 其實也很多 以當時來說 一萬兵基本上都是一國的兵力 也比伊賀多 但是你多人一點 就不代表你能打贏了 受制於伊賀的游擊戰術 因為伊賀 你聽也知道 伊賀 和甲河 忍者最厲害 其實忍者 真的打 游擊戰術最厲害 所以 在戰場上打 其實不是他最撒加 他最撒加 即是他真的在戰爭中 要打的話 最撒加當然是游擊戰 所以 當時 被伊賀的游擊戰術 打疾了 而且是疾得很厲害 那種打疾了 是簡直是大敗而歸 即是不能夠扣到伊賀國多少兵力 自己已經被人的游擊戰術 打到亂了 結果大敗而歸 信長呢 其實信長對於這件事 其實很生氣 因為 你不是 照我指示 我指示沒有叫你 即是我指示 我想你幫忙打本願寺 而不是你走去無緣無故 招惹多一班敵人 還要打不贏 你打贏都說 你還要打不贏 那這裡 一定要盡量用技去打 因為技是有必中效果的 即是你用技打的話 其實你有必中效果 這樣就會好很多 好 補給 要加回他的血 因為 然後到別人攻擊的時候 他那兩個忍者應該會出來 就是 我夠滿血的話 他可能就優先打了上場 先看一看 先看一看 我剛才提到這個信長很生氣 他直接寫信去罵職前信 這場戰爭會影響大家的父子感情 信入獻不單止這樣,不單止結果問題 更加重要,盡量加滿前線的人的血量 尤其是信長會受到集中炮火攻擊 信長在一封信上提到 我估計為何信紅會突然跑去打伊河 信長說了他的估計 他覺得信紅是怕手下不肯出兵 所以要找一個近的地方打 因為當時也是那句 信長跟本願寺打得不可開交 連續攻擊兩下,而且攻擊力也不弱 幸好他不是兩下都自面攻擊 如果兩下自面攻擊就死了 即是被人打得退兵 這場戰爭的地方是到我來的 但下雨就很麻煩 因為下雨的話,大炮用不了 這場戰爭的地方已經夠麻煩 這場戰爭的地方還要避開 好,用激勵 因為激勵可以一次過加回所有 但他可以衝過去 3重殺 寶芝太刀 搞定忍者 最重要 接著就看看後面 有多少可以暴露上來 最好我可以搞定多 不過應該搞不定 只剩下忍者暴露都搞不定 那信賞呢 張鋒信就猜 為什麼信賞會跑去打伊河呢 因為他自己的手下 就覺得他的手下 可能是不肯去出兵遠征 去幫信長打本原子 但是你說不打又不行 所以去到最後怎樣呢 就找一個近的地方去打 我不是不出兵 我不是不出兵 不過我打其他地方 而且我打其他地方 我就沒有空支援你 那信長我這樣呢 想到這裡就很生氣 你是要來幫我 即是你是我的兒子 即是你是我的兒子 那我是爸爸 我跟本原子打的時候 有困難 想你幫 到最後你竟然跟我推裝 就自己去找一些地方打 然後呢 然後呢 就來去逃避 來去逃避幫你爸爸的責任 那這個呢 其實就很嚴重 即是你 即是回到後 你是爸爸你都會生氣 所以呢 就影響父子之情 這一個 然後呢 就是 結果 即是 這一個的 積田信雄 拿著北依勢的兵 就沒有支援信長 跟著又走了去打 打完還要選兵戰將 整齊鬧劇 所以就很生氣 但是這樣並不代表信長 就沒有打算打伊賀 只是一個是看時間的 結果呢 去到兩年 過兩年之後 去到天政九年的時候 就有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存在 就是天政九年的第二次 天政伊賀之年 那就信長自己 搞定了本原子 終於有空 那就親自帶兵 就打伊賀 這次當然不是帶一萬兵 就是帶了幾萬 就是帶了幾萬人 來去打 但是其實呢 為什麼說伊賀 不是一個很主要 很快的打武 第一 他生多而已 他不是真的一個 其實不是有很大的戰略價值 所以不需要這麼快去搶 第一 難道說搶過忍者訓練基地嗎 這就是第一 第二 就是 他們其實伊賀國 也不怕他們會威脅到京都的安全 因為伊賀國的士兵 就不多 伊賀國其實只有幾千士兵 所以其實就不太害怕 這裡 用混亂 用混亂就令到我們一些人 打不到他 而且一般來說 防御也沒有那麼高 好了 你不幸運 天氣好 我們又可以用大炮了 原來是用不到解禁指 可能要用道具 這些可能用道具幫他回路 這些狀態共定 雖然說 如果你看卡通片 或者看動漫的時候 忍者當然是戰鬥力很強 神通廣大 火影忍者 但實際上忍者 不是上戰場打仗 他本身的職業 不是上戰場打仗 然後見人 殺人 見佛殺佛 他不是這樣 他比較像 我們最近看大河劇的奇倫耐料 即是炮明治光修的大河劇 他比較像裡面的忍者 劇情中有個忍者 其實是幫德川家做的 真身是否復武伴狀 我不知道 真實的忍者比較像 其實是特務 即是007 你不會期望007上戰場打仗 007上戰場打仗 可能都是炮灰 所以這個比較像 例如你在那套大學 其實你會看到忍者 會躲在天花板 去偷聽別人說什麼 即是去收料 平時他會裝得像一般人 其實真正你會比較少見到 他們是會穿 穿到一身黑色的忍者裝 實際上就比較少 尤其是你日後的時候 你日後執行任務 去潛入別人的地方 又或者你去 潛入城鎮裡面 那你不會突然穿到一身黑色的 其實太顯眼了 所以忍者 其實就是這些 偷聽 潛入一個地方去收料 等等情報工作 就是他們比較擅長的工作 真的行軍打仗 其實就 同一般武士 未必比一般的武士 所以 他們唯一能夠打贏的方法 就是用上一次 就是用游擊戰術去打 就是你走進來打 就是你經過森林的時候 就躲起來了 你休息的時候 就出來 就是打你 搞到你就 又沒得休息 等等 就是這些情況 不斷耗你的士氣 令到你混亂 還有醫學國裡面 也有些武士 真的有幾千兵 如果你亂了陣腳的時候 自然也可以 搞得好 那這裡 其實你看到 我已經 基本上已經 攻略了 搞定了上面 最頂的 那 全之部隊 也佔領到 城池 雖然沒什麼意思 那 是要一個 程序的 如果分兵打完三邊的話 你其實打不贏 最後 最好 集中兵力打 但是呢 好像我現在這樣 從外面兜過 就是 不要那麼接近中間那堆部隊 不要引他們出來 就先搞定了上面的狗子 要避免 在這場戰爭 在這場 關卡上面 要避免 要盡量避免 受到一個 隔擊 其實 歷史上 這一場 這場仗的戰鬥 就和大家現在畫面上看到 就沒有什麼很大分別 就是這個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有些狂風素樂園的 都是很難去應付 因為這次 信長 就已經 受了他兒子那次的教訓 之後 這次就有備而來 為什麼會打不贏呢 已經是有備而來的 例如說 你想曉敵 你想做曉敵工作 晚上的時候 周圍走去 可能周圍走去 暗殺士兵 可能放火燒營 不要緊 你有張良計 我也有過場梯 你要走來 就做好防備 例如周圍 點火把 燈光火燒 你連潛進來都不容易 拿到影煞 都是一些文言區 又是 你找到 加機動力最高 那隻 你就給信長 還有 有件事就忘記說 在打這場仗之前 在打伊賀爾一關之前 其實已經是要買好東西 你要買齊 要買齊 接下來幾關等等 要用的東西 因為之後是會比較難的 還有 這一關打完之後 你可以在中間 保存 但是 你沒得再買東西 就直接下去 下一關的本能子 所以就一定要 事前做足 做足準備 尤其是在 那個 武器 或者一些 輔助的東西 例如剛才說的 明馬 一定要給一隻 最高機動力的馬 給信長騎 你做到的話 本能子 這個關 其實是很容易打的 本能子 是很容易打的 只要信長有馬 只要信長有馬 要走得不是難事 OK 好了 這裡 也說回第二次的 天正伊賀之亂 信長 這一次 做好戒備 不給你機會 不給你機會 你潛入攻擊 周圍 燈光火 燈光火燭 誰潛入 就很快知道 所以 那些伊賀忍者 再沒有辦法 去打游擊戰 就只能夠 在戰場跟你打 感覺沒事 實際上 你也是沒事 他也是沒事 他也是沒事 SICKY那些 也是能征慣戰的 所以打起來 你人數 比信長少很多 所以到最後 是打不贏的 一路退守 一路死人 一路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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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退守到最後的 要塞 就是這個 拍不成的 那些人想 沒有啦 打到這樣 信長就肯定 滅了你整個伊賀國 但是 去到 結果 應該就是 連城都燒賣 裡面的人都死了 就是想著 會是一個這樣 因為信長都很少殘忍 但結果 原來不是 結果 就是 那些伊賀國的人 談完之後 到最後都談 最後談完之後 就決定 要向信長投降 而信長 又很 寬宏大量地 去接受投降 所以 其實 有些人 會將信長 說到 因為他叫大陸天魔王 一定是 很多時候 會將他 描繪到 或者大家 在黑版印象裡面 會將信長 的形象 看到 是很恐怖 是一個恐怖大王 但實際上信長 不完全是這個人 當然 他也會有殘忍的一面 那戰國大明 有誰不是殘忍的 有誰不是殘忍的 嘩 嘩 這麼厲害 一砲就搞定了 嘩 如果可以射兩砲就好 射兩砲就好 死了 那我就在 打得中 最緊要 打得中 最緊要 打不中 就更慘 但是 我下個回合 甚至 他下個回合 衝過來 機動力也不太高 至少我現在 搞定了 忍者 後面的工兵 刀兵 賣刀 一個二重刺殺 他已經死了 已經搞定了 所以不用怕 這個情況 槍兵是很有用的 剛剛提到 伊賀向信長投降 其實信長在很多時候 都很寬宏大量 例如 去到最後 都有想過 是要 當年 他都有想過 要 淺井投降 都會逼 去到最後 都是 談 你會不會投降 那 當年 這個 松永九獸 已經是第二次叛變 第一次叛變 是沒有殺他 第二次叛變 第二次叛變 其實都是 有找人去勸他 不要反叛 真的勸不成功 那才真的打 勸不成功 才打 然後才會殺死你 不要純粹 只是被 潮倉 那件事 拿頭鬼骨 做酒杯 那件事 就覺得他是一個 任何時候 都很殘忍的人 就不一定 而實際上 當時戰國大明 殘忍的也不在少數 難道封神修吉 很好人嗎 大家換了東西 第二次回合 那他打不死我這些人 這個回合就很棒 你想想 一個槍兵 整個二重殺 我已經可以殺到那兩隻忍者 殺到那兩隻忍者 基本上 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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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線就已經很明顯 有優勢 正人順忠 但是 除了搞定那兩隻忍者之外 應該 其他東西就難少少 有優勢 雖然伊賀國的人 沒有被人滅絕 也沒有被人屠殺 但是其實在戰爭裡面 一來 一來 就不是完全沒有屠殺 一來 其實 沒有屠殺 又不是完全 完全沒有屠殺 看看 整多東西 搞定那隻忍者 先 何敲手龍 兩支 三支部隊 一下子 三銅殺 已經清了 已經清了 到他沒有辦法威脅到我們 我們 那 我再後面還有忍者 還有 還有鐵炮兵 搞定那隻公兵 或者搞定那隻刀兵 搞定那隻刀兵 搞定那隻刀兵 他基本上 不能夠對我們那些人有任何的威脅 去到最後 當然 戰爭始終都是殘忍 雖然說到最後投降的信長接受 但是在過程 即是在他們投降之前的過程 已經死了很多人 例如這個 在平樂寺裡面 是處斬 信長其實在平樂寺 處斬了七百多名針女 另外 其實整場的醫學 就不只是死沒事 很多時候大家都明白 戰爭 其實 當兵那些 未必是最容易死 但是平民是很容易死的 那 當 那一場的醫學 第二次戰爭醫學之戀 其實原本 醫學國 是有九萬人口 但是在這場 的戰爭裡面 即是包賣平民 他們是損失了三分一人口 你想想 打一場仗 三分一人口不見了 如果在香港 是不見二百多萬人 那 從這個數字都會看到 其實 戰爭 是相當之 殘 始終本身的殘 當然去到最後 信長沒有說要屠城 所以 信長都不完全 在什麼情況下 都是一個 兇殘 並不是同樣 OK 今集 跟大家 用了半個小時 跟大家講一講 究竟 這個 醫學 第二次天證醫學之旅 這一關的背景 歷史背景 究竟是怎樣 那麼我們呢 這一道的攻略 我們是 這一道的攻略 這一道的攻略 是會繼續的 不過歷史故事 大概講到這一道 其實呢 一路再打下去的話 大家都看到 打完這道的狗子 自然就會 編成的陣營 下去 打完狗子本隊 跟著打贏了之後 就會落到 整個 職團信長轉移的遊戲裡面 其中一個 最多人要去看的關卡 就是 本能寺之典 在我們現在 正在攻略的時候 我們 故事就會到下一集 再跟大家講 大家繼續看這個攻略 大家繼續看這個攻略 到最後 是 中間 你 還是 ? 女性, 狼狽, 狼狽, 虎狽, 是吧,狼狽! 也很像你的火了 也很像就找到那個火鍋 是吧 就好了 有點像會嗎 這一點 不是 佛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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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即是又多一國 下一節就是大家等了很久的 本能子之變 在那裏我還跟大家 半小時後時間跟大家講完本能子之變的故事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